接下來的話,來看一下 剛剛那個公式在雲暖白板上面的第三頁這邊也有 不過其實應該還好 主要是要熟悉REBD加LEN 用3去減LEN 所以特別是,比較容易做錯的就是刮虎 後刮虎只要不要打錯,應該都OK 再來我們可以用方法2,用test test這個函數其實相當重要 也就是說有些地方如果你會用test函數 事情就簡單多了 OK 那怎麼做?首先第一個,我們要了解 它其實跟那個儲存格式這邊的制定 非常的有關係 也就以後如果說你希望 你看到的東西 不是只有表面上變成3碼 類似像剛剛 而是真的它就變成3碼的話 你可以用test 只是說你要把什麼呢? 關鍵的地方 制定裡面 這個東西 3個0要把它放在test 它有兩個參數 要放在第二個參數 放在formate text裡面 就OK 這個000要放formate text 它就會幫我轉 怎麼做?首先我們可以在旁邊練習 比如這邊好了,這個參數 我先把這個把它Ctrl 自己 復原一下,恢復 這個剛剛做的是表面上 實際上有沒有辦法真的做到? 其實可以哦,參數 參數用什麼?用test test這個 OK 一個兩個,按確定 它會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說 請問一下 你那個資料在哪裡? value value就資料 在這裡 84 那第二個問題 它會問你說 formate text formate text formate text 就是三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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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這樣不對的結果 如果不對的結果 請注意一下 有個地方一定要特別小心 有沒有 它如果是text的話 請記得 text就文字 文字一定要什麼? 前後雙引號 在那個if裡面 會自動幫你加 可是這邊 你會幫你移開 它不會加 這裡它沒有幫你加 所以要小心 那怎麼辦? 很簡單 請你記得 前面加一個 後面再加一個 這樣子就OK了 有沒有 084就出來了 而且 特別注意 它是真的幫你把 84這個數字 經過這個formate text之後 轉變成為一個文字 變成像這樣子 OK 這就我們最後一個按確定 那像又填滿 007 這個也是一定是文字 如果說我要把這一個的結果 換到這裡來的話 那很簡單 我們可以把它 把這個剛剛的rept這一串有沒有 減的後面先 delete 掉 打個勾 接下來的話 我們換text好了 end 打一個text 前刮鬍 一樣 它會問你 marry就是這個 84 過來 墮點 雙引號 00 push 雙引號 然後刮鬍一下 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OK了 打個勾 084 有沒有 那後面那個呢 一樣吧 把這一串 複製一下 貼到這個後面 把均勢改成h4 打個勾 叫做 公司有錯 這邊有沒有 and有沒有 少打的 and 有沒有 and這個減的符號 我剛剛少複製的這一個 应该扫除了这个 然后H4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打勾 向下填满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请各位试一下Test 另外的话 其实Test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 顺便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今天要统计什么 统计这些会员 里面 就是我想要找出 60年次 60年次 到底有几个 或者是60年次那些data 帮我捞出来 可是我想怎么做 而且如果可以最好是用枢纽分析表 那枢纽分析表 假设底下我这边有个结果 你们可以往下 我要统计一下 到底哪一个年次 在会员里面是最多的 OK 那你会五年级生 六年级生 七年级生 看起来应该是七年级是最多 如果你有data 你想要统计哪一个区间的年龄层最多的话 OK 那你最重要是要把什么 那个几年次的那个栏位 要先 所以以后特别说 如果你要用枢纽分析表的时候 记得 如果你要统计 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这个像这个年次 所以你需要一个栏位叫几年次 那目前有这个几年次吗 看起来好像没有 所以没有的话 请记得 自己要把它变出来 你说老师那这边不是有生日吗 生日又不等于几年次 可是呢 生日里面有几年次的讯息 所以特别说 你可以在这边 也许这边也一个变化几年次 或者你打年次也可以 然后这边把那个格式复制过来 复制这个格式过来 OK 那这个栏位是从这边抓 两个字有没有 到这边 有没有 前两个字 抓到这里来 那你想说 老师前面两个字的话 那我可以什么 插入函数用什么 Laps 你想说第一直觉 Laps 然后文字在这里 要几个字 两个字 按个确定 上下填满 你会发现有个怪问题 你明明看到什么 看到前两个字是什么 欺凌 为什么这边看到是 Hutch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东西说 老师我明明看到是Laps 我用Laps 我抓钱 我怎么抓都抓不到 我用Rights也抓不到 Mid也抓不到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尤其是日期跟时间很麻烦 它表面上看到的跟实际上的话 里面东西是不一样的 也就它上面是有一个格式 但这个格式 是什么样的格式 我们来看一下 按右键 就是那个格式 第一个为什么是29 你可以把这个原来的格式由日期转换成通用 按确定 它原来里面放的是这个 通用是打回原型 29846 你要说这什么东西啊 很会讲 日期怎么来的 就是它跟1900年的1月1号相比较差几天的意思 所以那个日期 它升的那一天 跟1900年相差两万九千八百四六天 OK 这意思 可是为什么 你说老师 那为什么 我们看到的结果不一样 因为外面有个格式 它格式 是什么样的格式 按右键 就是那个格式 我们点到自定 规则来了 这个就是它里面的format test 那如果说我今天 要真的取得70这两个字的话 第一个怎么样 你需要先把 你看到的东西真正变成文字 第二个再用laps去切割 才有办法取得你要的结果 OK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test非常重要 我看很多人不会test 很多地方 你是做不出你要的结果 请各位试一下 先试一下 第一个 把test这个函数 放到这边试试看 第二个的话 抓取 这个生日里面 几年次部分 第三个的话 利用枢纽分析表 统计什么呢 会员里面 哪一个年次的人最多 并且画出图出来 你会想到老师好复杂 没有啦 你刚刚那个栏做出来 枢纽分析表 应该有用过吧 拉一拉就出来了 用枢纽分析表非常简单 这个图其实两三下就做出来了 OK 试一下 来画面先画给各位 所以有灵活 我主要是举一些实际案例 因为有很多东西说 老师为什么我看到的跟我取得的就是不一样 我就说你那你有没有用test函数 他说没有 test函数是什么 原来他不会用 不会用当然 就基本上你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个落差 有没有很多地方 非常多地方 因为以同学询问度 这个部分算很高了 我常说到同学的问题里面 很多地方一看就知道他不会test函数 造成的问题 就跟刚刚那个value函数一样 那个value函数你不会 你也是过不了关 所以待会的话我们利用 第一个 如果你要使用枢纽分析表 统计粘次之前 第一个你需要粘次这个栏位 你要先变出来 第二个 你要怎么把它变出来 OK 那产生之后的话 大家我们这边会用test函数 然后再配合laps 其实就OK了 那统计完之后呢 要怎么去利用枢纽分析表 帮我做出我要的这个图出来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再来看后面部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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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